中午用餐时间 民众排排站 手里拿着铁夹 喜欢什么就往盘子里夹 这间在高雄大辽区的自助餐店 在中午时段吃到饱 限时一个小时 进来只要60元现内用 民众盘子里有菜有面 还有鱼排肉排煮菜 让民众纷纷赞好佛心 吃完不错又没贵了 因为我们包便当包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中午还有人来包便当 包完之后我觉得那些剩菜 就是你要丢掉不如给人吃 就做一些特会 就是让人家把菜都清光 只不过吃到饱有蛋书 以现场提供食材为主 供应完就不再出菜 民众还是趋之落伍 但除了提供内用吃到饱60元 店家也提供外带便当 不过一个75元 跟其他间同样75元的便当比较 三样菜一块肉其实没有差很多 另外在高雄福德二路上 有店家推出69元及99元任你家 选一道主菜可以加六七样菜 只要便当盒盖得起来都算你69元 这上班族包括大家吃饱饱 五人都吃饱 因为官务起掌 民便当给大家三项煮菜 六项配菜给大家自己营养 物价上涨店家纷纷推出吃到饱便当 价格不同 但是吃得饱又损荷包 难怪生意抢抢滚 三立新闻黄大卫程员高雄报道